新庄联合分馆是新北市第十座儿童玩具室 更是全国第一座符合融合游戏认证标章的公共图书馆儿童玩具室 未来这样的玩具室将会成为学童和社区居民学习和游戏的最佳场域 新庄联合分馆是新北第十座儿童玩具室 更是全国第一座符合融合游戏认证标章的公共图书馆儿童玩具室 所以开幕这天不少名义代表都前来参与 同时对于市府重视儿童游戏权和阅读空间是深表肯定 那我今天呢非常开心的看到我们是全国首座的融合游戏的认证儿童玩具室 在我们新庄诞生 那我们新庄人都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欢迎 那尤其呢我们过去都一直觉得呢 我们新北市已经有了将近十来做的这个玩具服务室 那我们新庄都没有 所以呢我们很多位议员都非常的积极争取 需要在我们新庄能够来设立 那今天看到了今天这个还是有认证的对不对 几乎九成以上几乎都是有认证的 所有玩具都是认证的 几乎全国第一个就第一个在新北这里 那我也希望让我们新庄在地的家长们小朋友们要善加的利用这样的资源 在新庄诞生了全国首座的这个认证标章的一个游戏的玩具室 那我想这个特殊刚刚灵灵师长介绍了很多 他可能对于比较不方便的孩子给予一些玩具的刺激 那其实我们现在因为老子化的或少子化的时代 或者是老化的时代开取 所以其实在很多的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 这样子我们也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游戏 所以这边都有银法 其实银法的部分其实还包括就是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玩的游戏 那当然还有亲子之间就是父母会带着来一起玩 那希望这样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 那我们希望陆去新北市还有更多的这样的方式来成立 透过这个游戏认证呢就可以帮助一般的民众 他知道怎么样的运用游戏 那么另外呢就相关的工作领域像那个幼教啦 社工啦 这些相关领域的人他也知道说 我可以怎么样挑玩具跟孩子一起互动 为了推动文化平权 同时提供亲子互动的游戏空间 以及尊重不同族群对游具的使用 推动融合游戏制度 让六大族群可以透过认证标章 找到适合自己兴趣及探索的玩具 融合游戏就是希望说 我们一般人跟一些特殊的儿童 可以共同一些游戏的玩具 或是游具 教具这样子 因为我们现在在推动一些文化平权 我们也是希望提供一些亲子的一些游戏的空间 所以我们正是在联合分馆 跟联合分馆正式的一个玩具的这些设施 透过这个认证他可以介绍你可能有十样二十样 因此你就可以开始去探索 那跟孩子一起探索来玩这些游戏 那有些会提升孩子的一些知能 有些可能会有认知 有些可能是大小肌肉的练习 我们包含影法族也是 可能是附件类的游戏 或者是预防失智的游戏 那么预防老化的游戏 我们都在这里面做了一个分类 所以各个民众呢 未来呢就认这个游戏标章 认证标章 他就可以知道说对我有什么帮助 那甚至未来网站系统成立之后 你还可以去查询他有什么样的功能 试图书馆更是玩具室 让玩具结合阅读的模式 打造兼具游戏和教育的友善亲子互动空间 同时倡导融合教育 加强不同族群的相处与学习 增进大家对彼此的尊重 包容接受度和同理性 所以未来这样的玩具室 将会是学童和社区居民 学习及游戏的最佳场所 记者新装采访报道 最佳的尊重